腰椎管狭窄能做手术吗 张振兴副主任医师 腰椎管狭窄都建议老年人 一般建议蜕变的 年纪大了以后 最近蛮突出 最后还管人类增生 小关节增生 引起神经受压 一般大部分病人通过保守治疗都可以好转 保守治疗是什么方法呢 叫做可以卧床休息 然后可以吃消炎止疼药 可以消肿的药 还可以做拯救理疗 平时要注意用腰 怎么注意的 就是平时要少弯腰 少久坐 不能提重东西 比较严重的地方可需要手术 什么情况下需要手术呢 是走路走不远 大概走过大概100米左右 就需要休息休息 蹲下来休息才能继续走 我站站不了10分钟 站10分钟以后腰疼 腿疼的腿麻烈汗 这样的病人比较严重的话需要手术 手术大概一般是需要神经减压 把神经的追往扩大 专家提示 一 如果不严重 可以保守治疗 卧床休息 吃消炎止疼消肿药 还可以做针灸 理疗 牵引 一般不需要手术 二 平时要注意用腰 少弯腰 久坐 不能提重东西 三 腰椎管狭窄 大部分病人都不需要手术 如果症状比较严重 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四 手术一般都需要通过神经减压 把椎管扩大 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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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